好,我们就要进行这个六针的调制了啊 大家看,一定要保持住啊 我们这位置必须是六针 不能有那个增加或减少 因为这个位置已经计算好了 从哪开始呢?大家千万不要从这儿啊 这儿不行,因为这是这一部分 后脖子这一块的 我们要从这儿开始啊 你看它是一个L型嘛,对不对? 要从这儿进入 进入之后呢 然后直接拿我们的长线啊 直出一针,我已经讲过 这位置一定要拉紧长线 你看,我就这样绕着它了 这只手呢,要扯紧这个一片啊 把这一针给它拨出来 而且要确保拨出来的是一针啊 别不小心把这个支片的纤维也拨进来了啊 拨进来那就不对了啊 数量就会增加了 认认真真的来在这位置啊 把所有的我们需要的帧数啊 给它拨出来啊 拨的时候一定要注意 而且要计算好你的这个长度啊 大家看 长度要计算好啊 大概是隔多长我们要 在哪个位置进针 这个是很有讲究的啊 哎呀,我没数 应该还是差一针 或者两针吧 哎,不行 刚刚这针离得太近 你看两个挨着了啊 所以这就证明离得太近了 所以要给它拿下来啊 离得稍微远一点 怎样计算出你的这个两针 进入的时候离得太近呢 就是你这个针套啊 你看这两针就稍稍有点近了 对不对 就是你的针套在完成之后呢 你会发现它 有着很大很大的空档 或者很挤挤在一起 那就离近了 离得大远 那就证明 你在弄的过程当中啊 不小心给它弄得特别的远了啊 好了,我们现在再来看一下啊 还要再来数一下我们的所有的这个帧数啊 从哪数呢?嘿嘿嘿,还是从这头啊 开始的两针 然后呢是有一个八针的啊 二 四 六 八针 然后有一个六针啊 数的数千 记住这边不要掉了啊 还有一个六针 是我们调的那个 二 四 六 调六针以后呢 有一个十针 二 二 四 六 八 十 这十针完了之后呢 应该有一个六针啊 那我们刚刚进行了五针 你看 还差一针啊 正好这有一个位置 好了 我们把这一针给它 挑支上来啊 依然是在后边这个位置 拉紧了这个长线啊 我都已经是这样的拉了 这动作啊 然后 进入到我们 需要的 这一部分啊 一定要找到你这边这一针啊 找到这边这一针之后 你看 立刻就测算出 它们之间的应该是这儿 对不对 好了 我们就要从这儿给它进入 然后 支一下 好 这时候呢 调节好你的 这一边的这六针啊 调节好它 然后开始支 突然觉得 哎 这别扣是干什么用的 知道了吧 别扣的重要性 知道了吧 就提示你啊 这位置应该加针 很多人到这位置都忘了啊 那不行 好 完成之后呢 这一针正长支 然后这一针又到了 然后把这个别扣给它卸下去吧 不要再让它在这儿影响我们了 好了 然后呢 这两针正长支 我之前说过啊 我们不是啊 要增加它的这个边上这两针吗 有两种方法啊 你也可以这样 看 绕上了两针 看到了吗 然后我直接支这两针啊 好了 织完这两针之后 那么 也就预示着啊 我们所有的针数都已经完成了 为了让它更稳固 所以 我们在反面这一行呢 要先给它织完 织完以后 再看我们所有的 这一个位置啊 让它稳固以后 我们再打开看它 如果你没有支错的话啊 应该是 42针没有错的话 但是即便是错了 我也会教给大家补救的方法啊 这针是支过的吗 支过的啊 支过的给它及时退下 我们现在为了让它更稳固一些啊 然后 继续往前支 你在支的过程当中 如果 这是给大家中文地区的小朋友们啊 同学们讲一个 小窍门 如果你在支的过程当中发现 你的这位置有一个比较大的洞 或者相互之间距离拉得很远 这时候有一个方法 如果你针数已经够了的情况下啊 如果没够的情况下 就在那洞那挑出一针来 密合掉那个洞 这是最完美的了 表现了啊 但是如果你已经够了42针 但是又发现有一个洞 怎么办呢 就把你那个底下那个洞的位置啊 给它挑出来一针 和这边挂在一起 然后和这一针啊 两个一起支 就可以了 明白了吗 这样既密合掉了 这样既密合掉了那个不想要的洞洞啊 而且也把你的那个帧数呢 保持住了 没有做过大的调整 这是教给大家一个方法啊 既让它那个位置非常的整齐 没有动 然后又保持住我们的帧数 当然了 如果你在支的过程当中发现多了一针 那么好了 一定要在后脖子正中的位置剪 就把两针合在一起 就形成了一个剪针的效果 记住了吗 千万不要在两侧剪啊 同时检查你的两侧 必须两侧都评价过两针啊 可别一侧记着评价 另外一侧忘了 那不行啊 那样的话 你的这个衣服就 下面就是 简直就没法继续操作了 因为到一个固定的位置啊 那两针 它会起到决定性的一个作用啊 好了 这一行完成之后呢 大家就可以 再次数一下你的 把帧数了啊 如果很完美 边沿的地方也很整齐 一点动动都没有 那么好了 帧数也对 当然继续往下支就行了 但是如果出现了问题啊 发现帧数不对了 多了或者是少了 这个时候我们就要继续数针啊 如果多了的话 我刚刚讲了在后脖子正中减帧 如果少了的话 也在这位置增加 记住了吗 我们现在就来数一下 看是不是42帧啊 这样数吧 免得我们到时候那个掉了啊 246 80 1214 1618 2022 2426 2830 32 336 3840 42帧 正好是我们之前 要求过的帧数 看到了吗 好 那么恭喜大家 可以继续织了 永远保持着正面之正针 反面之反针啊 可千万别 因为刚才数数 把针弄掉了 那就太糟糕了啊 保持住我们原有的针数 不要增加和减少啊 继续的向上编织 42帧数 42帧的帧数 即便是正确 也要检查一下 你两侧是否有 多支啊 多评价出来的那两帧 如果没有的话 也不对啊 即便你42帧 一侧有那个评价的两帧 另一侧没有 那是不对的啊 我陪着大家把这一行织完啊 现在就不用 那个正面和反面的那个 别扣那个标记了 因为你现在 一看就知道哪是正面 哪是反面啊 我们现在正在进行的是正面 而且你衣服呢 也是正面 看到了吧 刚才有一次针 好像是有点怀疑 它没有扎对地方 好 你看我们现在呢 又完成了一行 这个时候 你在看的话啊 它的所有的特点 都会非常的明显 比如说这位置 是我们评价针的那一侧 看到了吗 评价了两针啊 它自然就形成了 这样一个反着的L型 看到了吧 在这个地方啊 另外一侧也应该有 如果没有 那就是不对的啊 好了 我们给它调整过来 大家仔细看 都有的啊 这部分一会儿 会作为帽子边 内折缝合 是我们的帽子中间 可以做一个中空的圆孔 可以穿过帽子选用 记住了吗 然后再检查我们所有位置啊 你会发现 哇 就在我们边缘的这个地方 在刚才增加 帧数这一行会非常的完美 一点孔洞都没有 这样才是100分啊 好了 大家就按照我们现在的42帧的这个数字 正面之正针 反面之上之反针啊 往反往反 一路的线上之不能有帧数上的变化啊 多了少了都不行 知道了吗 一直向上之 知道多高呢 知道我们需要的18厘米的位置啊 线上之18厘米 从你平加针的这一个位置开始算起啊 也就是从这儿开始算起啊 向上往反往反支 支到18厘米的时候 然后我们停下来有新的动作 这个地方呢 会支很长一段时间 所以大家找一个舒适的地方 慢慢的去支吧 正面之正针 反面之反针 大概是有好几十分钟的时间啊 可以闲暇着 不用看教程 找一个舒服的地方 自己去支吧 加油啊 下一个视频见